无知泼妇因公交车坐过站 抢夺司机方向团 导致公交车失控 撞上路边的劳斯莱斯 这天公交车上来了一位 三四十岁的妇女 上来后她就直接睡着了 大概半个小时过后 妇女迷迷糊糊的睁开眼 她看了看四周 好像变得陌生了 于是朝司机问道 西山站到了吗 哦 大妈西山站 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听到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那妇女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随即她便朝着司机 破口大骂 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 我都坐过站了 你不提醒我的吗 公交车司机 也是一脸无辜的说道 大姐 我怎么知道 你要在西山站下 而且刚才语音播报 你没听见吗 听见什么听见 老娘睡着了还怎么听见 说完后 司机并未搭理她 妇女见司机 并未搭理自己 心中十分不爽 她又想着错过了站 再坐公交 又得等半天 打车又要花好几块钱 于是再次朝司机说道 嘿 你赶紧停下来 给我掉头回到西山站 公交车司机 听到这么无理的要求 也是一阵无语 这位大姐 公交车哪还有能掉头的 况且我们车上 还有其他乘客呢 掉头了他们怎么办 那泼妇 一听不乐意了 你先掉头 他们一会儿 再跟着你的车坐过来 不就行了吗 听到这话 旁边的乘客 不乐意了 我说你这大妈 怎么这样呢 你自己错过了站 自己下车 不就行了吗 我们还赶着回家呢 嘿 我说你这小伙子 怎么这样的 要不是公交车司机 没提醒我 我会坐过站吗 接着他用不耐烦的 朝公交车司机说道 我说你别继续往前开了 赶紧停下来掉头 你听不懂吗 看见妇女这样 公交车司机 只能继续劝说 我说这位大妈 公交车是不能掉头的 公司有规定的 要不你跟着我坐到终点 然后再返程 我也不多收你钱了 怎么样 那泼妇愣了一下 随即问道 坐到终点还需要多久 终点还有七个站点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吧 听到还需要一个小时 那妇女哪里忍得了 不行不行 我还要回家给孩子做吃的呢 你赶紧给我掉头 听到没 见妇女依旧不依不挠 公交车司机简单的说道 不行 不能掉头 要做你就做 不做你就下一站下车 妇女见公交车司机 不肯掉头于是说道 既然你不肯掉头也行 那你给我拿二十块钱 我自己打车回去 听到这话 公交车司机也猛了 这怎么还会有这种奇葩 于是拒绝道 我说这位大妈 公交车错过站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凭什么给你钱 凭什么 就凭你没叫我导致我错过站 我就问你一句 你给不给 不给 确定不给是吧 不给 看见自己被拒绝了 那妇女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她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敢这么忤逆自己 于是朝司机说道 你下去 我来开 你说什么 我说你赶紧下去 我来开这车 听不明白吗 看见妇女这么说 车上的乘客说道 大妈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的 你有驾照吗 你张嘴就来 文言那妇女却是不屑的说道 开这四个轮子的破车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一个方向盘两个踏板吗 老娘骑了几十年的电动车 那两个轮子的都开得起来 这四个轮子的还开不了吗 不是我吹 这破车就是栓条狗在这儿 它都能开走 对完乘客后 她见司机还没有让开位置 她彻底忍不住了 我让你给我滚开 我来开 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看见妇女这副模样 公交车司机没有说话 自顾自的开车 这下彻底激怒了妇女 和你们说话真特么费劲 随即她就自己动手 去抢司机的方向旁 公交车由于是速 刚好撞到对象行驶的劳斯莱斯 你也设定了 состояни 你一定是不肯定的